也有些手痒 第二天高崇几人就来到了比赛场地 却看见岳飞早就已经在场中打坐入定 虽然只是静静地坐在那 但在高崇眼中他散发的气势就像熊师般注视着一切 随着几人到来他也睁开了眼睛 比赛的规矩只有一条 场中的武器可以任意挑选 对决途中也可以任意更换 高崇选择了自己带的配枪 而岳飞随手拿了一把剑 在牛高开始的声音落下 两人也同时冲向了对方 岳飞和高崇的对战现在开始 随着牛高的声音落下 高崇提起长枪眨眼间刺向了对方 而岳飞脚下借力也弹跳到了半空中 紧接着灰剑劈了下去 高崇剑撞连忙收枪阁挡在身前 兵器碰撞之下响起一阵刺耳的无鸣声 岳飞随即松开了手中的长剑 然后瞬间发力压着剑柄向下撞去 关键时刻幸好高崇抬头后仰躲 岳飞再次握住长剑瞄准对方脖子横扫 不过这一击也被反应过来的高崇挡住 接下来双方又交手几次弹都没有占到上风 岳飞此时也总算有了点兴趣 虽然枪比起剑 有着质量更重和范围更广的绝佳优势 并且高崇本身力量就如此之大 但岳元帅依旧凭借着灵巧的剑术和身体 把武器的猎势力走过来成了优势 枪的主要攻击是枪头位置 所以枪头的所在之处杀伤力最大速度最快 但枪头与使用者之间则存在一段的安全区域 岳飞在对方猛烈的攻击下部部逼近到了对方安全区 此刻他持剑斜劈而去 而高崇也闪身躲过 并果断变召唤成枪尾攻击 可这个距离用枪已经变成了雷坠 还未等他接触到对方 岳飞就用出了帆子拳打中了他 高崇被震的造作速度 随后又取枪冲了过去 可无论是高崇想使出什么样的招式 元帅都早已不想到了应对之法 高崇惊人的臂力 百经长枪挥舞起来威力极大 但是岳元帅以巧化镜里游克高 对方的高猛之力此刻也变得非常被动 看似难分难解 但实际上都在元帅的掌控内 交手数十个回合后高崇终于停了下来 他体会到一种感觉 无论是兵器手脚 甚至是全身都仿佛被穿了针线一样 束缚住了自己 行动也处处受限 而这套剑招就是岳元帅师傅周冻 在他八岁的时候传授给他的 名为巧女认真 多变的剑势结合灵巧的身份 一箭话万箭能让对手眼花缭乱 应接不暇 随着第二式天衣无数施展而出 岳飞再次突破到了对方的安全区 这一刻形势瞬间就出现了变化 高崇也察觉到这一点 马上从进攻姿势调整为戒备防守状态 可是对方的攻击仿佛无处不在 根本就防不过来 现在的情况让高崇十分傲慢 因为无论是武器还是力气 自己都更占优势 可实际上却一直被对方 虚虚实实的剑招牵制着 被束缚得不能随心所欲的战斗 越是交手过招 就越是难以摸透岳飞的招式 身体也被束缚得越收越紧 而就在他难受十月元帅提剑 发出了最后一击 目标就是他的脖子 高崇健壮大喝一声 顿时浑身发力 把那些虚幻的丝线全部扯满 此刻他也用出了高加枪法破军式 岳飞本是难送第一枪 可却在此战后甘愿让出了名号 随着高崇一招破军式施展而出 所散发的威势 仿如一根巨大的石柱瞬间甩向了对面 岳飞手当其通剑招被迫 倒退了数米才停住了申请 此时只见手中长剑已经彻底报复 显然已经对了他是输了 但战局却并没有结束 他抬腿而起狠狠踢在兵器架上 随后在散落的兵器中抓住了一把长枪 正是陪伴他立下赫赫战功的立拳枪 紧接着场中又展开了激烈的交锋 使用长枪的岳飞也展现了真正的实力 用出一招五步十三枪灵蛇出动 瞄准了对方的脚面 而这一刻仿佛真的有毒蛇瞬间扑了过去 高宠剑撞选择后撤臂其风芒 可对方又持枪紧追了上来 随即他大喝一声刺向了下方 只见枪间将蛇头钉死在了地面上 紧接着岳飞压弯枪身 然后瞬间松手弹射攻向了对面 而高宠也急忙抽枪回身挡住 并把立拳枪挑飞到了半空 随后落在了岳飞的手中 继续吧 正有此意 牛高健壮急忙想劝两人停住 可下一秒双方又缠斗在了一起 最后直到黄昏才终于奋出了比赛结果 只见场中岳飞的立拳枪已经弯成了两截 另一端则指向对方的咽喉处 而高宠的长枪也只剩下了枪杆 同样瞄准了对方的心脏 随后两人扔掉武器躺在地面上 虽然明面上是岳飞赢了 可他们都明白 如果高宠的枪头能结实一点 可能输的会是他 但结果已经不重要了 今日的一战两人只觉得痛快酣畅淋漓 之后在高宠的加入下 岳飞的军队如虎添翼 一路气势长红高跟武进 行军所到之处精兵皆是恐惧不已 但攻高盖主这也是朝廷最忌惮的事 也许奸命的谗言比武鲁的入侵更可怕 可不管怎么样只要岳飞一句话 无论是冲锋陷阵还是坚守固定 高宠都会一马当先为命是从 直到那一晚出现了改变 停静的夜晚突然又皮马驮着 数十颗巡逻队的人头回到了营地内 他被称为军神 四水关之战用五百侦察兵击败了数倍与他的敌人 网河追击战六战六节打败了京军 清水亭首战葫芦横失事无礼